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艾叙利的情况 艾叙利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梅森偷偷跑去了医院看妹妹的情况 在出来的时候碰到了迈克 他的脖子上带的吊坠和艾叙利的伤痕非常像 这让梅森觉得他就是想要杀害艾叙利的凶手 布莱恩突然赶过来让梅森放过了他 而芬恩竟然早就知道艾叙利怀孕的事情 他却没有和他们说过 第二天梅森在咖啡馆里被一个持枪男子威胁 这个人让梅森停止调查 否则他们都会死 布莱恩和梅森一起去艾叙利原来住的地方查看 找到了一些证据 布莱恩提出报警 梅森拒绝了 他想要自己解决这件事 那些人强暴艾叙利并且还抢走孩子 甚至现在想要杀他 梅森一定要查出事情真相 那个持枪男子找到芬恩 原来他们认识 在一番争吵后 芬恩杀死了他 警员法兰克找到了布莱恩 他不想让梅森陷得更深 更不想让他再受到伤害 几年前 他把梅森送进监狱 就很是后悔 希望布莱恩帮忙 布莱恩只好给了他梅森的手机号 布莱恩再一次看从艾叙利家里带出来的光碟 发现了新的线索 他便前往医院搜集信息 发现了很多失踪的女人的信息 同时 他还发现芬恩欺骗他们的事情 梅森独自一人绑架了麦克 并且将他吊在废弃工厂里 利用各种办法让麦克说出了一些事情 原来有一个组织会绑架一些女人 然后他们提供精子样本 让他们待孕 当孩子出生后就会被卖到世界各地 他们的后果也可想而知 梅森得到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 没有将麦克放下便离开了 布莱恩无法联系上梅森 只好先去找芬恩 而芬恩知道自己伪装的事情败露后 残忍地杀死了布莱恩 梅森也被抓了 那个组织的律师找到他 想让他自杀 不然芬恩 艾叙利都会死 艾叙利的孩子也会有一个很糟糕的下场 梅森答应了 法兰克发现了梅森自杀 赶紧送到医院 几天后 梅森醒了过来 然而这个时候 艾叙利已经死了 梅森说通法兰克帮助他逃出医院 调查这个案子 在废弃工厂里 麦克绑架了芬恩 并向梅森说出了艾叙利的事情 芬恩都有参与 所以要梅森亲手杀了芬恩 而且用当初折磨自己的那把刀 否则在车里的孩子就会被自己带走 就在梅森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法兰克赶了过来 不过他们需要留下麦克审问更多的信息 梅森同意了没有杀死麦克 然而芬恩却一枪打死了他 芬恩请求他们放走他 就在法兰克犹豫的时候 梅森杀了他 为艾叙利报仇 看到安全无恙的孩子 梅森也松了一口气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而且也不要永远无条件地答应别人的条件 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忽然在背后捅你一刀 好了 今天的讲解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